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员演技都达到了及格线以上的水准 也算是掀起了全民追剧的热潮 朱一龙 王阳 王志文等实力演员也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到了今年代播剧准备了曾顺希和张颂文主演的孤舟 主要就是张颂文这位男二号称起了全剧 其他的青年演员或许能够呈现出新的惊喜 黄晓明和蒋星两大戏谷主演的潜伏者 光是预告就让人期待着拉慢 而眼下热播的吴健更是不简单 张志坚进东王志文作证 导演祈道号称是布局七年 但豆瓣上插平一片口碑直接翻车 简直要成影视圈的笑柄了 bug不断毫无逻辑可言 吴健讲的就是陆锋 以军统的身份卧底到汪伪 但之后七暗投明到了我党 以三重身份进行周旋 原本观众以为就算不像是伪装者那么强 好歹也有点烧脑 结果开局就给大家整懵了 男女主坐邮轮的时候在甲板上相遇 然后男主盯着人家就挪不开眼睛了 这边小日本抓住了特务 还发现了有女同伙 于是他们就非得要抓单身女性 真不知道单身招谁惹谁了 然后女主这位专业的特务 居然想要在小日本的眼皮底下偷偷溜走 这不纯粹搞笑的吗 人家一眼就发现并怀疑了 这时候男主来英雄救美 我的天这老土的剧情真绝 谎称女主的自己的未婚妻 就这样男主这位留学归来的高级特工 就帮助了一位素未谋面的人 就因为被美色所迷 这就是该塑造的男主形象 简直是侮辱了当时的特工 吃饭的时候男主直接被对方灌醉 你以为是装的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男主就是一个没头脑一样 丝毫不设防 一觉睡到大天亮 女主到男主的房间通风管道里 居然拿到了队友留下的情报 可是这东西明明是队友随手放的 居然就非得到男主这里来了 还没结束 男主得到卧底进入特密组的任务 和特务头子交涉之后 对方居然在大马路上 就直接把男主这位日军的官员给抓走了 这太匪夷所思了 这男主也是牛啊 被审讯的时候都注射药剂了 居然还能反过来控制住药效 第二针打之前人家说 这会造成精神崩溃 结果男主直接变成绿巨人 两三下就挣脱了 把那个砸了个稀巴烂 从这里就注定了该剧是神剧无遗了 但剧情往后更加的扑朔迷离 男主的老师受重伤躺在床上 那根本就没有伤到喉咙 就说不了话了 整半天啊 是等着男主过来用模式密码询问信索 被弹幕潮使他们在研究彩票呢 这就是烧脑 密室逃脱都比这个技术含量高 到后面就更是没有眼看了 特务头子认真负责的当狗 给上级完成任务 却突然冒出来一伙人让他停职 而后预告里 特务头子就被关进了监狱里一脸的沧桑 看样子是被审讯了一番 那刚才还耀武扬威 下一秒就这样了 转折也太突兀了 正常人的思维真看不懂这部剧 叠战剧变中年爱情 浮化到大玩尴尬 无见从整体来说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剧情主打的明明是叠战 但剧情里爱情占比实在是太多了 男主对女主一见钟情之后 就和人家各种暧昧 一起吃饭 约会 甚至安排到了杭州下雪的桥段 合着跑这里谈恋爱的一样 可是明显是两个中年人 到了这个年龄 还有任务在身 每天都不如正夜感觉 他俩根本就没有心 而且导演也不懂什么情感戏的拍摄手法 一味的往里边添油 男主就吃了一口罐汤包 来了一句 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肉麻的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最好笑的是 女主执行任务的时候 想要盖住脸 她去用个围巾 这围巾还没什么用处 咔咔地往下掉 还被男主看到了脸 到底哪能看到她的专业性啊 是在下真的不知道了 可能也是因为 国家一级演员近东当男主 剧方还特地给他安排了一个三角链 因为特务里的男兵 也喜欢男主 虽然没有什么表白 但一直暗中相助 还和特务头子 说确定男主是被女主给利用了 这不就是纯粹恋爱脑吗 还有对于信仰的刻画 剧方似乎是受到了太多其他作品的影响 但改编到这儿都变成了牺牲 奉献一定要一个人死 才能够算是完成了目标 对于信仰的理解太浅显了 导演根本就不懂得深层次的理念 就用自己浅薄的见识去刻画谍战 简直就是对这种剧种的侮辱 还有剧里的浮华道也是有意思 京东穿的比谁都好 一身风衣 里面还搞叠穿 就他那一身造型放到现代都不会出戏 甚至比隔壁人生之路里的人都潮流 但是男主可能有军统的支持 所以穿的比较好 但女主他作为我党的成员 那天天衣服都不重样的换 每一套都是价值不菲 合着炫富来了呀 动作戏也是挺无语的 总是有一个人一定要装样 就像是无常杀人这段戏啊 他突然出现 两人都拿着刀子 可是这白胡子明显就不会动弹了 快对方的刀好快 卡卡两下子 比水果忍者都牛 紧接着无常走进车边 车上的人之前也是装死 可是非等人过来再掏手枪 就这些行为啊 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这无语的剧情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只能说收手吧 祈祷该干嘛干嘛 别再当导演摧残观众的眼睛了 总而言之 无限可以说是从剧情到细节 全都不破关 每一处都透露着尴尬和敷衍 这和导演是不是首次创作没有关系 给人的感觉啊 是剧方根本就没有脑子 唯一的优势可能就是选角 可是王志文迟迟不出来 也让诸多的观众弃剧 那么你觉得这部剧还值得看下去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